断圆残壁 楼房倒塌 原本整排的住宅艾芳 如今清闲倒成一片 还有的横躺在地 唱面触目惊心 灾区空拍画面曝光 土耳其墙镇至今超过黄金救援 72小时 搜救队人员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持续在现场寻找可能生还的人 现场尘土飞扬 重机具进到现场小心清理 台湾搜救队人员挺进第一线 希望能够帮灾民找回家人 土耳其南部六日凌晨 发生规模七点八强震 大量的建筑物瞬间倒塌成废墟 许多在熟睡中来不及逃生的居民 更是被埋在瓦砾堆下 台湾搜救队 抢时间前往当地协助救援 目前配合土耳其政府 灾区正在进行重机具开挖 但多处飘出实臭味 救灾人员分秒必争 台湾搜救队24小时轮班助手在现场 只要有需要立刻前往支援 外手也持续挖掘 企图破坏倒塌的建筑 从中救出生还者 只要有疑似的生命迹象 重机具就会暂停 派搜救人员和搜救测浸厅 楼房倒塌绵延数公里 现场惨状令人不舍 台湾搜救队在强阵100小时之后 也救出第二位生还者 如今配合当地政府 把握一分一秒 希望能带给灾民好消息 TVB新闻怎么啦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